嗨 大家好 早上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今天是年初一 我們現在去元朗 拜年 今天挺舒服的 很清涼 很舒服的 現在我們去參與徒弟 今天是年初一 來敦道也有點人氣 但你看到多數都是遊客 一點點 但就沒有了我們那種叫做新年味 我們那時住屋邨 一起生年初一 就什麼味道都有 蒸糕炸油 炸完 或者煲湯叫蠔豉湯 那種味道 就是這些食物的味道 冬菇味 現在因為身處就是尼敦道 這樣就是 都沒有什麼味道 可以講完 有廢氣味 有廢氣的味道 主要都是遊客區 其實遊尖旺 我覺得已經變成遊客區 對不對 好像上次回來和今次 那個感覺就是 譬如你在尼敦道 遊尖旺這一帶 就是左撞面都是遊客 那剛才我們很幸運 就是撞到三個西人 那叫做萬六松中一點熊 那就是說 香港仍是一個國際大都市 大家放心 不要緊 那說這麼快 就去回我們的畜生地 深水埗 那深水埗來說 都是靜的 好靜喔 因為始終是 年初一很多人 早一晚 就是我們 就不知道 現在是怎樣 我們那時候就是 通頂 打牌 或者這個 就是睡街 都不回家 所以 年初一早上 比較靜一點 但是我記得那時候 年三十晚 媽媽就會 過了十二點 就會拜神 拜神 是啊 因為都搞到很晚才睡覺 是啊 拜神之後 就吃飯 吃飯 什麼事好做 睡覺 晚上就開賭檔 再開 因為就年三十晚 開賭檔 好像我們家 就開賭檔 現在就是 現在就不知 輕輕的家事 那些人說 為什麼要開賭檔 就是熱鬧一點 高興 還有呢 就可能給那些小孩 學習一下 就是輸那個滋味 那我通常都是輸掉苦 是吧 年輕利是錢都輸了 那你大過了 就有個陰影 如果陰影你就不賭 我覺得這個挺好的 但是有些家長說 欸不要 你賭就是 就是 鼓吹他 或者煽動他賭 我發覺不是 其實是給他一個經驗 是吧 那當然 他是會贏錢的 但是當你贏了錢的時候 你就解釋給你聽 輸贏的分別 其實 但是一定要解釋 當然要 當然要 那我覺得就是 盡量讓那些小孩輸 最好 年輕利是錢都輸了 那輸到 切切底底的時候 那他的陰影 他就不賭了 那陶夫人記得幾十年前 我們來元朗 真的很辛苦 是啊 即是交通 那為什麼我們要入元朗 或者要入錦田那一帶 因為我都說過 我們 因為我 陶夫以前的父母 就是 在八鄉石江那裡住的 是 因為 即是我老爸在我 那個田園生活 所以就在八鄉那裡 就 買了一塊地 建屋 其實 他們是在九龍搬去住 那住了幾十年了 八年龜佬了 我老爸 那 我媽媽搬出來 所以 因為元朗很有淵源的 那時候 經常出來 就是喝茶 那時候 那時候是很辛苦的 哪有你現在這麼方便啊 大哥 那時候是 即是搭車搭你瘋 現在就半個小時 不用了 那交通方便 很方便 我覺得 現在 就是香港 搞得最好的 就是交通 網絡 其他就不管了 其他那些 不懂的 那些 但是交通是搞得很好的 就是 對我們遊客 譬如 不要說遊客 就是 就算你是 就是 在那裡住都方便 是啊 不過就 費用就可能比較高一點 是 那就是 如果你有兩元雞 那些就好一點 就是德正來的 有兩元雞 那 來到元朗 上次都沒有來 上次 那元朗其實大致上 沒有一點變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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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今天是年初一 給我們帶來的 茶 吃個吃個包 對 恭喜發財 希望大家 成年好運 對 誰都也開心 新年快樂 對 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這個世界和平 年年都這樣說一次 但永遠沒有和平 哈哈 自己和平 好啊 恭喜發財! 新春快樂! 今天我們來到元朗星海酒家 好像已經吃過兩次了 這些東西都吃過 他們的點心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 不知是否自己師傅 其實我朋友在元朗星海酒家 如果你走過來元朗可以幫助 今天我們去陶夫人姐姐團拜 你見到陶太夫人很厲害 很中精會神 還可以打幾圈 吃過沒有? 吃這隻 2萬 2萬 我都不要 雀王大賽 師傅 不夠爭嗎? 2萬已經叫了很久 4番 4番 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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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貓開心嗎? 開心嗎? 今天每個人都回來陪你 今天開年了 今天開年了 吃什麼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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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高興了 你說真是開草檔 年初一了 嘩 嘩 阿貓開心嗎? 這麼多人陪你打牌 是嗎? 還有 還有鏈骨服務 是嗎? 嘩 很棒 有五杯仔後 當然 對 還有一杯仔後面 還有家丁在你前面 對 哈哈 嘩